《独漫秘密》 节目现在开始 欢迎各位来到《独漫秘密》第96集 今晚是96集的《独漫秘密》 MSN是acrubbish at chk acs.org ICQ是50181000 也可以用留言板和我们聊天 今晚的题目未讲之前 先做些宣传 大家可以上《独漫秘密》的blog 又更新了 今天又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是我写的 我是主持 如何去到我们网页《独漫秘密》 另外《独漫秘密》也有podcast的link 如果大家要收听的话 可以抄述到podcast的link 我是夜神 我们这个《独漫秘密》的精文比赛 是高急的 如果大家未参加这个《独漫秘密》 请快点把你的文章传给我们《独漫秘密》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我最喜爱的5集》《独漫秘密》的投票 大家一样可以到我们投票区表达意见 我们今集好像还未介绍自己 你介绍了 我是夜神 我是夜神 我是《独漫秘密》主持 我是夏木贝 今天我们有很多嘉宾 对 我是嘉宾之一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绝望的阿文 我是嘉宾之二的阿晴 对了 那就是第三个的卡拉鲁 喂 还有我啊 为什么不说我啊 我是借柠檬呀 你上集找了我来 宣传不找我来说这个秘密 要不要唱一首歌给你听 你是唱而已 你不是说的 咦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什么 就是秘密 咦 秘密即是什么 秘密即是不能说 那就是下班了 好夜下班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独漫秘密》 快播结束 你知道吗 今集我找嘉宾的时候 我跟他说 今集我们的题目 你们有没有兴趣 他问我什么题目 我说秘密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什么 像小卫生的时候 喂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港德 不知道啊 大家好啊 我们先说 这本书台版的名字 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叫最高秘密 不是更加厉害吗 不是更加厉害吗 像名字 我们今集是什么 说 是最高秘密 更加不能说 那我们是说 清水令子的秘密 不是借柠檬的秘密 也不是那些 不说得的秘密 你也不会说 是不是真的 你那些没什么秘密 那些龟房秘密 我仍然是一只龟房秘密 我刚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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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月之子》 那也是科幻的少女漫画 有些爱情也有些科幻 那我想比较为人所熟知 就是它也结束了一段时间 就是《徽夜机》 那《徽夜机》那时候 都是秘密 就因为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答案 秘密呢 就只有三集 那叫你们大帝看 就容易很多 我拿《徽夜机》出来 一来 已经 哇 有没有去到三十集 我都不记得 二十七集 二十七集 叫你们看 就应该到夏年 都未必 三周年都未必 我现在看得到 他说不到 我简单的做法 看荷里活那套改片作 《徽夜机》 是的 《徽夜机》改片Island 照抄一条桥 差不多 其实《徽夜机》也很好看 好 那我们三周年 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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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啊 好 那今次就选择了这个秘密 那其实 完全可能 就是我们的主持 看书的速度 不是不关事 因为秘密 其实他刚刚出了第三期 其实不是刚刚出了一段时间 但也要较近期一些 所以会更新一点 我们说的是新作品 对 我们不说那么多旧东西 但好像半年前已说要说秘密 只是说你的秘密 原来是这样 我评错了 那大概的故事 大概是怎样的呢 其实秘密就是很简单的 故事的原点 就是说是一个近未来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新的科技发明了 一个叫做MRI的大脑素描的技术 就是说它是可以通过 输入一些电流 激活大脑的活动 就可以将那个脑里面 曾经见过的东西 就呈现出来 通常就会用在一些 叫做一些案件 解决不了 那就会可能将受害者的脑 就是死者的脑 拿出来 然后就看他 就是生前遇害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一个兇手 发生什么事 那是来查案的 其实MRI 都不是一件很遥不可及的技术 就是你的脑素描 深素描 或者照一些软骨 都会用到这个MRI的技术 那我们叫做磁力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那我们磁力共振 都是看到人身体结构 就是给了一张照片 就没有说去到那么细节 可以将那个Image 直接给到你一个微笑 直接看到你的脑里面要活动 就没有了 不过他其实这个技术 也是有他自己的限制 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视觉上的重现 就不能说是听觉 或者是触感各样东西的重现 还有只是可以看到五年前 看到的东西 即是五年为其他 五年内 近五年内 就是刚刚死之前五年内 那所有故事 都是围绕着这个技术 这样去展开的 那秘密的一个 就是很大的特色 我一直看一套书的时候 跟其他漫画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你说其他漫画 你一直去看它 譬如你当看其他书 什么故事都好 你会觉得 像是追踪电视剧 可能很长 还有有伏線 各样东西 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但是你看秘密 你的感觉 就会像看一套电影 可能像看戴客一 戴客二 虽然也是一个主角 但是故事算是独立的 他每一个单元 都比我一个很重的感觉 亦是他的电影感很重 分镜和取材故事都会比较像戏 所以我推介夜神看电视剧 第三期看电视剧 OK 没问题 电影感那么重 你戴客3 好吗 一开始戴客3 可以 不过我觉得这个不行 真的太无厉害了 我看《二兽战役》的时候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对 不可以的 听到没有 要有些前文后理 有什么理由 让人先看第三次 你说有电影感 其实我觉得分镜 也不是做得那么好 反而他看的 取材就真的很像 托里活电影的题材 一些围绕着心理 有些缺陷的人 如何变态 如何杀人 因为高科技 社会发展到 某些高科技出现的时候 如何影响社会 这些题材 好像有些深度 就好像有 荷里活那种味道 一开始第一个故事 是这个美国总统 也很荷里活的感觉 这个总统真太难 这个总统 我们说了这个第一个故事 也很多人喜欢这个第一个故事 这个总统就是不抱 很多女国人 就是很不抱 因为他是尊特拉华大 不是 是个光头总统 没有头发 他开电影废物 去到第一个故事 其实后期他的故事 也用了其他主角 但是第一个故事 他用了一个独唇专家 来做一个主角 总统这个故事 其实一开始 不是想着 说独立 做了单红本 那时候是收录 在另一本 单红本里面 那本单红本是什么呢 阿晴 那本不是就是 Wild Cat 文族 文族 我刚刚他的声音太好听 我沉迷在他的声线里面 是 没错 其实那套就是Wild Cat 但问题在于 Wild Cat的出版 其实是没什么引起大家注意的 反而引起大家注意的 反而是秘密的故事 其实很明显看到 清水灵子一开始 画秘密 是没有想着画下去的相片 所以当它出系列的时候 包括我在内 其实不少人都挺惊讶的 对于这个决定 妹仔带过主任婆 所以就上了位 秘密就上了位 是 她没有继续画的 是 她没有继续画的 刚才你说的总统的问题 就是她不抱 反而她有一个秘密 在里面 秘密是什么 秘密就是B.L 你最喜欢的 鬼喜欢的 真的 不过就是 一般少女漫画 这些内容都会存在 就是在B.L的成分 就是说总统是 喜欢一个男生 他不想让人知道这个秘密 是的 以下内容就含大量剧透 有警告了 是的 开始了 剧透了 剧透了 你未看的 你自己小心 好了 开始剧透了 总统一开始 就是说她死了 被刺杀 死了 于是就要找那个主角 那个独唇专家 去看她脑子 看她脑子的影像 因为只有影像 没有声音 所以想知道发生什么 有什么事 最后就发现 她临死的时候 她是去抢给人 抢走的银包 所以才被人插了一刀 如果她是乖乖地 交钱 她是没事的 但是 即是普通的一宗 抢劫案 是的 普通一宗抢劫案 即是个犯是不知道 那个是总统 狠狠狠 是不知道 那个是美国总统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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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平民一样 有什么问题 光头 和尚都可以 可以说 然后发现 原来她是保护一张照 一张男子的照 那张照 就是总统的女儿 男朋友的照 最初 大家开始在想 那个男子是什么人 原来建立了男子底 原来是特工 之后 有些人穿着后会 就在想 会不会 这个人一开始 有心想接近总统 想杀他 然后搞完一大餐 就发觉 不是的 原来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总统和男子第一次见面 那个派对 看到他第一眼开始 总统对眼睛 就不断 是看着那条子 那就是 一见忠诚 就是总统对这个男子 一见忠诚 但是总统有没有交代他本身的背景 即是是基的还是有老婆 有老婆 有个女儿 就是有个女儿 那个男子是个女儿的男朋友 甚至在故事里面 描写总统是近乎完美的 完美 所以什么都喜欢 男又喜欢 女又喜欢 又生到女儿 那就完美 但是他没有头发 会不会不够完美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的发型才完美 你生一些东西在头上 可能不完美 其实他是说这个总统 那个独唇家 看他的脑子 就说他觉得他生活真的很规律 很清廉 就真的做事就做事 个人是很正直的 就变成了 其实刚才碟也说到这个 这个总统真泰南 而这个总统其实就是很正直的 就是异常正直的一些总统 但是这个总统真泰南 是不喜欢男人的 就是孙德拉华 他也说这个总统本身 不是和性恋倾向的 没有这个倾向的 其实他喜欢这个男孩 也是很含蓄 很耐廉 他只是收到他一张照片 是没有其他的 也没有找这个男孩 没有说什么 没有做什么 那他要一张照片做什么 他就是放在银包里 就是你放明星照片 在银包里 就是这样的 有时有些照片 有其他照片 有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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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另一方面 主角 有些照片 原来他其实是喜欢他妈妈 喜欢自己的妈妈 当他接触这一项技术 他就不断自己在想 如果现在这一刻 我死了 有人看我的脑子 那就糟糕了 那就穿布了 因为这个对他来说 是一个秘密 他妈妈当然不知道这件事 他这一世都不会和别人说 但如果有人看他的脑子 就会出卖了他 因为他无事无故 可能一有机会 就会看他妈妈 就是大脑 应该大部分影像 都是和他妈妈有关 那这里就引伸到 一个秘密的定义 他就说秘密这件事 一旦有当事人以外的 另外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知道 或者有一些事情 流失出去 这件事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因为总统的脑子 的影像 应该是最高秘密 是军方、警方这些 最高层的人才知道 但谁知道画面 一重组一看到 原来是个儿子 然后第二天 传媒就全部广泛报导 然后就说 这个男孩和总统有什么关系 就已经报导出来 将总统冒死去保护的一件事 就是很少很少的一件事 只是想保护不想 让人知道的一件事 最后就是在死了之后 就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讽刺 你大哥本身是自己的一个器官 但到最后会出卖自己 去给个秘密 就是全世界都知道 我觉得真的挺讽刺 而且你又可以对比一件事 总统就誓死保护自己的秘密 但你看看现在的兽子 常常都说 不如说个秘密 你知道吧 你看看 出卖自己的秘密 这些真是 所以有一个很强力的对比 立刻想起 但其实你刚才提及过 秘密都有很多种 你个总统的脑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秘密 但他就当自己 一直看着一个男生 保持他的照片 为一个最大的秘密 其实也挺有趣的 这个总统也管治 整个大的美国 他应该有很多东西 是更加重要的 但是他又会这么着意 那他是不是真的 跟这个男生 中间有些很深刻的联系 没有的 他只是在派对里面 见过他一次 一见钟情 单方面就很喜欢 就整天都想着 好合你啊 少女漫画 一般都是一见钟情 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那嘉宾又怎么看 一个这样的铺牌呢 其实我觉得 关于总统的故事 作为第一个 亦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没有其他那种系列性 其实我反而觉得 真正看到清水灵子 创作秘密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哪里 我觉得正如各位所说 他最终于带出 就是秘密的定义 还有其实由MIR 推论到一个科技的发展 对人的心灵的影响 然后说 对总统来说 最重要的秘密 是他对这个男性 就是这个男性的感情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他书里面也有提到 这一点 反而是总统里面 最有人性的一部分 其实这么说 就是我们以前 杀了一个人 就令到这个人 就带着秘密死了 那就不会有人再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MIR 这样的技术 可以重组回到那些 腦里面的记忆的时候 就算杀了一个人 你也是不可以阻止 这个秘密去曝光的 就变成了你为了去保守一些秘密 而去杀人 就变成了很白痴的一件事 那会不会就少了很多 如果杀人的话呢 大大减低这个扑案率呢 你拉到重远很难接 那又不一定的 如果普遍的人都知道 有MIR的技术 那杀人的话 可能会更加残忍 我把你的脑子也打爆了 哦 也是 每次都中爆你的脑子 是的 中爆你的脑子 我反而觉得 其实他这个是说 其实你的秘密 就是我们觉得 自己是最可信的 就是实际上 我不将这些东西 告诉别人 我永远都可以保持住 这个秘密 但是他就说 就是连自己都不可信 连自己都会出卖自己 我觉得他最后想说到这些东西 酒后套真言也是一样的 其实 有些人喝完酒 都会亂喝酒 都说了自己的东西 你是这样的野神 我不是 我不会醉的 这句解释天大的方言 天杯不在 天大的方言 总统这个故事 其实都挺深刻的 比人的感觉的反思 都挺大 关于这个秘密的定义 其实这个故事 这个秘密的故事 就受欢迎了 总统的故事 受欢迎了 接着就去到下一个故事 就是讲一个天王婚礼的故事 就是讲有一帮小孩 在见到 咦 不是讲我的婚礼 天王的婚礼 借天王的婚礼 看见你结婚 就一起自杀死了 那些人 就是东东 小小人 春春 那些 东南西巴 春夏秋冬 一起死 其实是讲日本天王的婚礼 就不是借天王的婚礼 怎样呀 夏末贝 日本天王的婚礼会怎样 借天王的婚礼会怎样 借天王的婚礼会怎样 喂 喂 借天王 全死了 一齐大家都顶他不信 顶他借天王不信 所以一齐 哇 看到你这么难 一齐自杀死了 于是 之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对主角 新室长和青木就出场了 新室长就是管理MRI技术的 法医第九拳救室 简称第九的一个室长 另一个就是刚刚加入的一个探员 叫青木 他们就开始去查 单案查一群小年 为什么会死呢 就开始去探索他们的婚礼 那是不是发现 因为天王的婚礼 太难了 他是说天王的婚礼 是说整天不断在流程中播放 然后世界各地全部都看到 所以真的可能会受不了 你说真的吗 应该没有 因为全香港直播而已 应该没去到世界 没去到世界 好了 他们发现 这群少年在看完天王婚礼之后 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幻象走出来 原来在MRI的技术之下 不单是真实白身的东西 会呈现出来 原来那个人有的幻觉 如果他以为他自己 看到鬼 那他真的在画面 会真的有个鬼走出来 在这里说了一件事 原来可以做到一点 即是他想说 现实上那件事 你不必见到 但如果你的脑 相信你是见到的话 那到用MRI的技术 看你的脑子的时候 也会看到那个画面 即是会有个主观的情绪 在里面 这里我也想说一下 其实呢 我看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对某些视觉 触觉上面 是很主观的感觉 即是说 譬如我觉得绿色 是我眼中的绿色 但可能在别人眼中的绿色 跟我现在眼中的绿色 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所认知 这一样东西就叫绿色 这样 那变成了 都可以认证 为什么有些人说 看到一些东西是我看不到的呢 可能是 只不过是 大家所接收的某些东西 是不同 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大家所见的东西 只不过是 可以认知上面 确立了那样东西 这只是马 对了 例如我见到那只马 大概是一个 有头有颈 有脚有尾 的一个物体 但是可能你所理解的 脚头尾是两回事 但是大家都认为 这种 确立了这个概念 叫马 这种没有尝试 就是说 我也觉得是 我好认真 自己是文盲 我好认真 跟你说一些文献上 科学的记载 是一些心理学 心理学的东西 很少认真 就是 就是 蛇天王 找上来了 为什么扔吉他 为什么扔吉他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我自己看下去 觉得他好像 他应该有参考过 一些美国的 连续杀人犯的案件 因为那个犯人 阿贝兆 又是一个光头 对不起 这里不关于美国的事 总之我说 刚好又是一个光头的杀人犯 果然有点危险 美国应该是多人扑头 很应该 不是 其实我说了两句 没关系 就是说这个光头的杀人犯 阿贝兆 他那个行为的模式 是真的好像一些 在美国的连续杀人犯 心理有问题的 那类型的犯罪犯 因为 原来贝兆 为什么他杀人 原来一切 都是为了新室长做的 就在几年前 就说 新室长刚刚加入第九的时候 而贝兆那时候是很老道的 他们两个商与 就在一间便利店那里见的 原来贝兆 因为贝兆太穷了 就要去偷饭盒 没有饭开 他还要偷过期饭盒 然后被人捉到 就说要逮捕去警局 咸打咸杀 应该要逮捕了 偷过期饭盒 肥饭盒 用什么偷 那也是罪 没解 然后新室长就说 算了 看你这么惨 就帮你付钱 给过期饭盒给你 这要过了三个星期 给你那四个星期应该吃你不死 总之好像救了他 贝兆就非常感动 记住这一饭之恩 对 他有记住这一饭之恩 从此之后 对新室长有一个很特别的感情 于是 又是一见忠诚 对 又是一见忠诚 对新室长 哈哈哈哈 但是他报恩的方法 他送礼物的方法 因为他的心理变态 真的很不同 一般人的报恩 可能送礼物给他 他也是送礼物 他送的礼物就是 他知道新室长在第九 会见过别人的老 他就去杀死少年 杀死什么少年 就是外貌 气质 或者感觉 像新室长的少年 杀死了他们 然后因为这些离其杀人不按 一定会送去第九 然后新室长就会见到 然后最后 就催眠了一群少年 在一个类似南童园的地方 一群犯过事 或有问题的青少年 聚在一起 他就催眠了这群少年 令到他们 假使他们见到天皇婚礼的画面 他们就会一起集体 见到一些很恐惧的幻象 然后就会受不了精神 立即崩溃 要自杀 或者要杀人 幻象就是 謝蜜蜂在你面前 不断唱秘密 嘩 你又干嘛订吉他 我已经不做这些事情 被人说不好 现在成家的 现在 刚才你说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用得挺好的 你用脑子去公开自己的爱意 对于某一个 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告白方法 可以 他用了在这样的故事里面 用这个MRI的设备 去做一个这样的桥段 我觉得 OK 很巧妙地用这个技术 很巧妙地用这个技术 用这个MRI的事外 你用命来事外 真的 你用人命来事外 事外好像快了一点 我觉得是凸显自己的存在 因为我相信 辛失症是 忘记了这个人 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情 他永远都不会见到辛失症 他不断利用别人的命来跟他说 喂 我啊 我就是那个光头佬 你记不记得我啊 他真的去到告白的程度 就是在他自己死了之后 虽然有很多人跟你说过 我是好知你 但我始终要亲口告诉你 是的 要亲口说 他死了之后 当然 他是一个这样的犯人 第九一定会看他的脑子 然后当时辛失症的partner 凌木就负责看背脚的大脑的人 但因为受不住打击 凌木 太过BL 有很多很苦的幻象 对 于是便判斥了 哈哈哈 真的可憐 BL会判斥的 小卡姐会否判斥了 其实一早已经判斥了 然后凌木就开始狂 攻击他的同伴 然后最后就被辛失掌 杀死了 因为要自保和自卫 杀死了凌木 背脚的大脑自此 就没人看了 即是不让他看 即是不让任何人看了 因为就说 哇 看到的人 连第九的人都受不住 所以就禁止了 这个脑子 BL就是害人不淺 要禁止 这个才是正的东西 害人不淺 你又害人不淺 没了一条人命 就是因为看了BL 几条人命 很多条 然后这条条 扭一扭 又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背脚的脑已经不让人看 即是没有人可以看到 但是 凌木的脑就还在 然后清目 因为想知道背脚发生了什么事 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就静静静去看了凌木的脑 于是连他也有幻象 看完之后 好合理 突然之间这个设定 是一个看到幻象的老人 即是老中老 即是老中老 幻象中幻象 他只是看了故男的脑 而已 所有男性的生物 就已经是连回你 这个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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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很多读者都对这个故事有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是 你想想这个故事 你说得好像男同性戀就 全部都是心理变态 不是 他哪有说过这些东西 太弱 MVM出了一个角色 出了一个角色 又已经定义了 嘩 总统很正常 很可怕 我觉得 其实这个故事 比起总统的故事 比较吸引 因为他是一个很猎奇式的杀人 又用一些催眠的手法 最初一群子死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慢慢去推进去查 原来是一个设计的杀人布局 我觉得整个设计 我反而是 看到这里觉得挺好看 那种好像传染的精神病 是很可怕的 看了那些影像 就会发疯了 因为就杀人了 然后又会越来越苦 你说很可怕 一个不一个 到最后看一两秒 已经疯了 其实青木 一开始就是说 他的形象 是像灵木 其实他看完之后 也有说 有一种好像继承了 灵木先生的那种感觉 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 这个最好看 是他那个 就是引发整件事 那个引发点是什么 就是就是 其实他当初 只不过看到一个流浪汉 那么可怜 只不过是没有捉到他 给了钱 结果就引发了 死了几十个青少年 都是因为一个情字 唉 走上不归路了 我觉得青少年 只是做这些 就是没有人会想得到的 微不中等的小事 但是他会想不到很多 其实就是 不要随街帮人 不要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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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随街一见钟情 对 就是跟你说 第一个故事就是 不要随街盯人 第二个就是 不要随街帮人 不要随街 不要那么容易 让人看见 什么都不要随街 最好 一出街 见到别人 就不要帮他 哈哈哈哈 看到别人偷法盒 应该偷了 对 应该一起偷 那不行 那又会爱上你 一起偷 不是 那偷了他那个 哈哈哈哈 哇 好邪恶 好了 那我们来到这里 是时间 就是休息一下 那我们下一节 再会 说一说秘密其他的故事